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新疆吃烤肉串 就这数量和这感觉超过了内地 但到了内地 他就为了适合这个市场 他穿的大了 他为什么把那肉串穿的比较大呢 省事啊 你想想一个人上来吃300串肉串 光穿起来多的功夫 多少钱 所以那种小串吃起来特过瘾 拿在手里攥着 有数量感 在新疆的这种集市当中 人是边弹边唱 边吃串 边喝酒 人家那歌啊 那时候我是八十年代初嘛 大概八二八三年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歌曲还不怎么流行呢 所以那新疆人唱的歌咱都听不懂 但听不懂呢 特好听 就我们现在这歌都叽叽歪歪 你也不知道他唱什么 而且老是个人那事都含浑不清 那新疆那唱歌虽然你听不懂 但你能感受他那种热情 人家唱完了 人家也不管你要钱 不像我们 我后来在内地碰到有些 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人唱不给钱不走 人家那不是 唱的不是高兴 你愿意给钱不给钱 你不给钱 他别给了钱还高兴 人家走了 啥事没有 人家不是为这个 就谈唱为了挣钱 不是 他是为了他的快乐 尽管你愿意给他点钱 你给他钱和不给他钱 他对你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 这是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 感觉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人家不为钱活着 人为高兴活着 钱为这高兴使着 我们今天差不多都是翻过来的